台湾国际报 The Taiwan Times制作播出 值得您关注的国际新闻节目 欢迎收听台湾国际报 我是又婷 马上带您关心 今天7月11号的国际新闻重点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国际报第三季已经进入最后三周 也就是说没有意外的话 这是倒数三集听到我的声音啦 我们一起好好度过最后三周的相处吧 也希望大家要继续支持台湾国际报哦 好啦马上进入今天的国际新闻重点吧 今天会带大家关心 长生下台后英国的选情变得如何 北韩再次发射非兰的消息 以及Uber涉嫌官商购结的新闻 想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吗 那就赶快跟我一起听下去吧 首先来您关心南韩总统尹锡悦 将赴日本大使馆调研安倍晋三的消息 前几天有马上为大家更新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南梁街头驻准时 突然遭到枪击 同天宣告不治 这个消息让各界都非常震惊 尤其安倍晋三被称为对台湾最友好的首相 也让许多台湾民众感到相当不舍 台北101也将连续点灯四天 以台湾永远的朋友等字样悼念安倍晋三 根据日媒报导 安倍的家人预计在今天举行丧礼 后天火化遗体 而南韩身为日本的邻国 总统尹锡悦是否会飞到日本 引发大家关注 根据韩连世的报导 总统幕僚表示 尹锡悦可能会指派国务总理韩德珠 以总统特使身份 与国会议员郑珍硕等人一同出访日本 出席日本政府为安倍晋三举办的纪念仪式 而引徐悦本人则没有计划亲自赴日致哀 不过引徐悦8号得知消息后 就向安倍晋三的妻子安倍昭惠 致电表示慰问 他也在宴殿中说到 对于失去这位日本宪政史上 任其最长的首相 同时也是备受尊敬的政治家 向家属以及日本国民 致以诚挚的慰问 另外南韩龙三总统办公室人士指出 国务总理韩德珠 外交部长普正 国家安保室市长金城汉等官员 将会在今天前往日本驻南韩大使馆 所设置的安倍晋三临堂调宴 尹熙悦也将会在近期到场之一 接下来带您关心强生宣布下台后的消息 英国首相强生在2019年率领保守党取得重大胜利 却在上任后引发包含性丑闻 派对门 违规游说等争议 让他渐渐失去党员的支持 强生在当地时间7号中午宣布辞去保守党党会职务后 他的位子将由谁来继任 引发外界关注 而各方参选的消息也成为媒体每天报道的焦点 早在强生宣布辞职之前 英格兰及维尔斯检查总长布拉弗曼就要求强生下台 并宣布会参选保守党党魁 强生7号已宣布辞职 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 图根达特就在每日电讯报发表一篇文章宣布参选 还特别将他曾经参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经历拿出来宣传 隔天因为对强生执政能力感到失望而辞职的 英国前财政大臣萨纳克 与前英国财政部初级部长巴德诺赫也一一宣布参选 当时萨纳克更在辞职性中强调自己与强生 在经济政策上出现非常大的分歧 另外英国交通大臣夏普斯 财政大臣扎哈维 前外交大臣杭特 前卫生大臣贾伟德 前国防大臣摩丹特 也都在当地时间9号宣布要参选英国保守党领袖一职 不过日前呼声最高的国防大臣华勒斯 昨天在推特发文表示 这不是很容易做出的选择 但我关注的是我目前的工作 以及保持这个国家的安全 借此排除自己参选的可能性 目前为止已经有9人宣布参选 未来可能还会增加更多 这样的情况非常少见 路透社更以拥挤来形容这次的选战 保守党声明 最后会将候选人减至2名 再有党员邮寄投票 委员会财务负责人克里夫顿布朗表示 他们会制定一个流程 在7月20号之前选出两个候选人进行最后参选 接着带您关心军事消息 北韩近期实在非常不安宁 连连发射飞弹 光是今年就已经发射了近20次弹道飞弹 从小型的多管火箭炮 到最大型的洲际弹道飞弹都有使用 让国际十分不能理解 并强烈批评北韩的举动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北韩发展飞弹计划 实施制裁决议 禁止平壤试射所有类型的飞弹与火箭 而南韩昨天再次探测到北韩火箭弹的飞行轨迹 也引发关注 根据过往经验 北韩执行军事演练时 常常会试射多管火箭发射器 近期也朝这个方向发展 研发更大型的武器 不过专家认为 若南北韩爆发军事冲突时 北韩将会以较小型的火箭及飞弹 当作攻击南韩的主力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南韩和通参谋本部宣布 于收尔时间10号晚间6点21分至6点37分 发现疑似北韩发射多管火箭炮的飞行轨迹 南韩军方也马上加强监视与警戒级别 但目前不会有下一步动作 诸有全国近一半人口的南韩首都收尔 就处于北韩远程火炮和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的射程范围内 也造成民心惶惶 目前南韩正在寻求取得一套价值26亿美元的火炮拦截系统 目的就是要抵御北韩武器的威胁 对于北韩这次的试射 目前还无法确定是例行训练 还是为了下周南韩与美国将实施的空中联合军演进行示威 相关消息将会带您持续进行关注 除了计程车之外 工程平台Uber已经成为现代人的新选择 不过接下来这则新闻将要带您关心 Uber涉嫌违法进行官商勾结的消息 英国卫报今天独家报导 Uber为了扩张全球版图 不择手段对各国政要进行游说施压等行为 试图要推动有利于他们的法律 并得到更多特殊待遇 卫报为了查出真相 也将他们取得的12.4万份Uber内部文件 与英国BBC 美国华盛顿邮报 与法国世界报等40个媒体共享 这份内部文件的时间 分布是在Uber共同创办人卡拉尼克 还担任执行长的2013年到2017年之间 内容指出Uber当时得到包括 10任法国经济部长 也就是现任法国总统马克宏 在内等政界人士的帮助 才能顺利在各国推动合法化 Uber擅长透过关系 越过地方政府和运输单位 直接联系到掌权者 甚至能在幕僚及其他官员都不在的情况下 与时权者会面 对其施压 或是以提供新创股权等方式进行利诱 获取掌权者的支持 其中包含当时是美国副总统的拜登 爱尔兰总理肯尼 以及当时英国财务大臣欧斯本等官员 根据文件显示 光是2016年 Uber就花费高达9000万美元 也就是约新台币26.7亿元 进行游说和公关 对此Uber公司马上发表声明表示 过去的错误无从抵赖 但这些都是发生在卡拉尼克掌权时期 2017年 新执行长柯霍斯洛下席 接任后就不断进行内部改革 21世纪是个多元的时代 社会越来越开放 对于性别意识的接受度 与包容度也提高许多 即使自己的性倾向 或是性别身份与主流不太相同 也已经不再是一件必须躲躲藏藏的事情 反而越来越多人以此骄傲并勇于发声 像是台湾就几乎每年都会举行同志大游行 最后这次新闻则是要带大家来关心 欧洲最盛大的马德里LGBTI Plus 骄傲大游行 LGBTI这几个字母分别代表的是一种性别身份 女同志Lesbian 男同志Gay 双性恋Bisexual 跨性别Transgender 以及双性人Intersex 而后面的Plus则代表持续增加中的意涵 像是近期就有Queer 酷儿与Exsexual 无性恋等新的词出现 前两年受到疫情影响缩小举行 今年LGBTI Plus 在澳洲重新在马德里盛大举办 这次的活动 从7月1号到7月10号为期10天 期间包含免费演唱会 国际人权会议 以及在同志社区确卡举办的高跟鞋赛跑 都吸引非常多的人共襄胜举 其中于当地时间9号晚间 在市中心举办的LGBTI Plus 骄傲大游行是活动的高潮 这次的活动以诉求面对仇恨 更要展现能见度 骄傲与抗争为号召 吸引超过60万人参加 比起两年前又再翻了一倍 游行队伍包含100个组织团体 和40台花车 他们在晚上7点从阿托查车站出发 于9点在东点站哥伦布广场朗读宣言 正常活动直到深夜12点才正式结束 又到了分享一句清单的时间啦 剩下最后三次机会 我也更慎重的选择想推荐给大家的电影 今天要推荐的是一部超级经典 应该非常多人看过的 刺激1995 它的英文片名叫做 The Shocking Resemption The Shocking是一所监狱 Redemption则是救赎 这是一部讲述一位年轻银行家安迪 含冤入狱 在监狱中与服刑20年的瑞德 结为好友 成为彼此救赎的故事 电影把这个监狱 比喻成一个小型的现实社会 带出自由和体制 带给人的影响 每句台词都是经典 让我非常难选择 不过最难忘的 大概还是那句 I guess it comes down to a simple choice Get busy living or get busy dying 总归就是一个简单的选择 忙着活或是忙着死 只有自己才能决定 你要过怎么样的人生 刺激1995用许多手法 给了我们非常温暖的答案 这是一部我非常喜欢的电影 就推荐给大家啰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台湾国际报的内容 本节目有了台湾TES制作播出 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希望你们能喜欢今天的新闻内容 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是想法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 我是又婷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